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放行 装船 火车们要装船喽 都别动 别动 别动 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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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张庆王爷的封条想能吓到人吗 大哥 夫人 赵大人 什么货物这么重要 竟然需要夫人亲自相送 你还真说对了 真是一批非常贵重的货物 那我更要看看了 开箱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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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大人 不就是一张庆王爷的封条吗 我来担待 死 这都是一些非常贵重的药材 一旦开箱见光 很可能药型就会失效 怕是这些箱里不能见光的 不只是药材吧 还有其他东西 这 真的只有药材 或者没有交出 会 mill的药材 你还没有想把药材 我也想了解 起来 你不想把它担担 不准备 我 你不做了 你不作为 我还是要嫌 mountain 我再觉得得比赛 你不做了 呢 你不想便当你的厚贵 我说是她的 你不想让我 说说 知不知道 我曾朝廷要犯 最不容处 但我更知道一诺千千 我既然答应过二叔 要保护武则周全 那我无论如何都要做到 这样做 会把武家所有的人 都牵扯进来 你别忘了 武则是武医的亲哥哥 此时此刻 我很难寻思 让开 开枪 赵大人 开枪 开 这里面真的只有药材 大人 全是药材 大人 全是药材 搞的什么鬼 赵大人 这些药材 现在可以上船了吧 赵大人 赵大人 报告大人 往醋河山的关口 有一队人马闯关而去 生动机器 我真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所有人跟我走 来 装船吧 出来吧 来 跟我来 走 至少等到禍婚时分 赵白社和扎坤才会发现上当 那时候你已经出了陕西境 应该安全了 初音 若有他日 遞当永泉相望 不要这么说 当年我被晨堂 以激励为我开拓 这份情意 我至今还未报答呢 因为我们是一家人嘛 就因为是一家人 所以有些话 我必须要劝劝你 你说 你能不能 别再惦记救皇上什么的了 这个 我树难从命 少奶奶 我们要开船了 拿着陆上花 自己保重 我 我们要最有选择 是 这是 你的 你 对 你 你 谢谢 我们才是 啊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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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你 你 你 是 少奶奶 这一趟绕了四五百里 辛苦了 赵大人肯定也累得够呛 他这会儿在哪儿 不知道 我在回龙冠把他甩掉的 你别说 他也真够厉害的 好几次都差点被他追上 快去休息吧 好 少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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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走 回来 赵大人 赵大人 你 赵大人 好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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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转发 打赏 找到他大骂你不明大义 托办工厂的证据 这才证明了经养不长 和吴泽没有关联 总算逃过了一劫 万一吴泽被抓 你窝藏侵犯的罪名被做事 你别说经养不长了 就是整个吴家可都难保 这不没抓住吗 你啊 我问你 你把吴泽送哪儿去了 你这么做 不见得是为了他好 你这是昨天 把吴泽主动交给我 我有把握保住他的人头 坐几年劳就可出狱 可现在 他却一辈子 只能向丧家之权 四处逃亡 但我绝不会出卖我的亲人 一会儿 噏噢 他却 opposite